鼓勵每個月會撥個三千到五千這樣子 不定時就看看股票最新狀況 今年28歲的陳先生 研究所畢業後出社會 雖然只有短短三年時間 但已經著手規劃人生的財務架構 那其實我現在每個月 都有在投資一些ETF 對 小額投資 然後再加上我還有買一些 那個儲蓄型的保單 對 那其實這些都是積少成多 那以後慢慢的這些 都會變成你退休的經濟來源 200萬是另外的 200萬是一些緊急狀況 你可能會用到的 而為了能拉近目標距離 除了在企業任職 同步也斜槓接案子增加收入 而為了退休後的生活做好準備 其實這樣的數字已經算很少了 我會習慣在線上表單 去計算我的收入跟支出 這樣子才可以從 我有限的薪水當中去了解我 每筆支出跟收入 賺了多少 花了多少 一筆一筆記清楚 養成每天記帳的習慣 搭配投資理財規劃 38歲的陳小姐 設定自己退休的目標 是至少要存到千萬元 至少上千萬 你要期許未來絕對不會有這麼大的 這麼好的物價 絕對會有通貨膨脹狀況 所以必須要把這個算在裡面 覺得現在的千萬 一定不是比未來的千萬好用 不僅要越多越好 而且還得要越早越好 根據數據顯示 每晚10年開始準備退休金 每個月要存下來的準備金 就得要多出一倍 不過調查也發現 僅有22.2%的受訪者 真正開始付諸行動 準備退休金 有35.9%是完全沒有任何規劃 尤其對年輕族群來說 退休是遙不可及 不是現在要思考的課題 養兒防老這件事情 在未來的社會 其實是可能性是越來越低的 因為其實少子化表示說 其實可能一對夫妻 沒有生小孩的 或者是只生一個的 那跟過去 當我們就是能夠有這樣子 這個人才世代交替的 這個比例來講 其實是不斷下降 更不要說很多是不婚不生的 所以其實養兒防老這個觀念 在未來可能逐漸視為的情況之下 所有在現在在職場上的工作者 都必須多幫自己打算一點 以主計總處最新統計來算 65歲以上的家庭 平均月支出6萬元 若以65歲活到90歲來計 一個家庭退休金準備 就得要1800萬 根據理財專家提出的建議 退休準備金一定要專款專用 別因其他計畫挪用而打破重來 同時也要做好醫療的防護網 做好醫療費用轉嫁的準備 以及不會因為任何突發重大事件 而中斷的穩定長期投資 其實現在國人的餘命 每一年是以0.3歲去做增加 所以如果到了民國150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平均餘命是來到93歲 第一個風險就是我們的通膨風險 如果我們每一年以通貨膨脹3% 去做計算的話 我現在的100塊經過30年之後 我只能買到41塊的東西 第三個風險就是我們的健康風險 隨著年紀增加 其實我們進行醫療行為的情況 也會越來越多 那第四個就是投資風險 2003年的這個SARS危機 2008年的次貸風暴 以及我們2020年的COVID-19 大概都知道 這時候景氣如果不好的時候 剛好我需要用錢的話 那該怎麼辦 大環境持續滾動 物價通膨也只會往前走 在醫療進步又少死化的年代 年紀大了還是得要靠自己 退休金的準備最慢就是現在啟動 藉此新聞中的榮成文月臺被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